柯文哲說你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訪美前可能要先念書一個月 謝謝柯文哲的提醒 不過我也在這裡善意的提醒 柯市長 記得喔 上次提醒了 中華民國憲法的教科師 你也要好好的再去看一看吧 我要先確定他7月23號 23號還在 不是啊 你說 這樣見縫插針耶 不是啊 這很務實的題目 柯友宜扣印進來 柯友宜來啊 不是啊 柯友宜扣印進來啊 不是啊 你是問說我要問他什麼 我要先確定他有沒有機會被我問到 好啦 假設 假設齁 假設這個侯友宜還是代表國民黨參選到底 在辯論會的時候 你要問侯友宜什麼問題 社會住宅的數量嗎 不會啦 不會問他 你要問他什麼 據說我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要問他 他 他的存在感這麼低喔 你要問他什麼 我要問他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是總統參選人 那你要問賴清德什麼問題 賴清德呢 就是 就是 請問他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他自己講的 沒有我先跟他前面先扣帽子 我說美國政府已經通知我們 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獨 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你已經把題目跟他講 後一去就準備了 那假設 對不起 假設郭台銘 最後他如果要獨立參選 你要問他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不用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問過了 沒有獨 喔 郭台銘 對 這個 等7月23號他有出現 我們再 再來思考 OK 柯亨哲昨天在董事長開講 有被問到說 辯論的時候要問你什麼 他反而回答說 你能先撐過723全代會再說嗎 柯亨哲齁 要就政策面齁 大家來 好好的就是論事 把政策說清楚 這個比較重要啦 好謝謝 謝謝大家 放關於九二共識部分 柯亨哲酸紅紅有三種 那市長怎麼看 柯亨哲不懂中華民國憲法 我準備送他一本 教科書 我仰岸的立場 態度非常的清楚 柯亨哲 並沒有一項清楚的 要怎麼好笑跟我講呢 上身表態就是願意接受 五合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被認為是要農民 最深藍之實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尤其中華民國憲法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遵行的 我們一切按照法制 公開跟透明 我期待的是 我們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法制 讓我們兩岸之間 能夠和平穩定的走下去 主席你怎麼看昨天 那個侯市長 對九二共識提出的正式表態 其實這樣啦 九二共識齁 本來我就 不太清楚 不過經過這個 侯市長的說明以後 我現在是更不清楚 因為齁 這變成開玩笑 人家說絲絲有兩種 活活有三種 就是說 現在九二共識 有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還有 蔡英文的九二共識 我覺得 一個共識就好幾個版本了 所以 結論是這樣啦 我還是維持我一貫的主張 內容比標題重要 兩岸之間還是實質的交流應該先恢復 不要雙方也不要執著在這種名詞上面的 不要執著在名詞上面 總是有交流就有善意 有善意可以出去更多交流 先把這個解決 如果大家都 一直在執著著這名詞 我覺得問題會很難解決 任何一位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一定要宣誓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侯友宜從頭到尾就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捍衛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兩岸交流當然必須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當年我們就是根據憲法的規定 我們定義的非常清楚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立場來從事兩岸關係 這也就是國民黨的黨綱的規定 所以侯友宜頂持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們全力的希望兩岸能夠和平 推動交流 而賴清德主席到今天為止 還是一個台獨的今孫 台獨的工作者 他就是真正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不願意真正照中華民國憲法 才推動的人 他如何來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過去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兩岸的這個經貿交流 還有兩岸很多的協議 那麼確實是最和平最穩定的時候 那麼包含就是我們打擊詐騙 國內詐騙的兩岸共打機制 當時也是在馬英九時代簽訂 所以那個時候的我們詐騙的案件 大幅的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台灣詐騙 你是會被抓的 你是會被引渡回來的 而不是像現在 那你在這邊詐騙完了 你可以在大陸詐騙 你可以跑到大陸去 這個台灣的政府也拿你莫可奈何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侯友宜非常明確的 他會延續為之前的馬英九的一個路線 讓兩岸之間可以更穩定 不論是就是有關於經貿的合作 或者未來兩岸的共打機制的恢復 對台灣人民都是好事情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他回覆這個馬英九當年的一個兩岸路線 如果可以使得我們的詐騙案件 我們這些詐騙的罪犯能夠回到台灣受審 有什麼不好 那麼有關於經貿的問題 不管是現在的ECFA 或者是未來有關於可不可以重啟 有關於福茂的談判 那麼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情 我覺得侯友宜就應該去做 請問一下侯友宜說 他支持核縣的九二共識 有哪一點違反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覺得民進黨永遠只會丟紅帽子 我想請問一下民進黨 到底侯友宜說 他支持核縣的九二共識 哪一點有違背憲法 我反而要問賴清德 你一直在說 我們不能夠重回一中的框架 那好請問一下請賴清德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他當總統 他會不會廢掉ECFA 賴清德 如果你當總統之後 你會不會廢掉ECFA 你也可以說清楚講明白